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位水雷位置的重任 声纳是探测水下目标的主要手段 就像是舰艇的眼睛 随着舰艇进入雷区 全舰官兵的注意力都聚集在作战指挥室 在猎扫雷过程中 如果声纳兵不能及时看见水雷 那猎雷 扫雷的一切后续工作将无法进行 我们是作为海战的第一帐 我们直面的就是除了正常的海空机机威胁之外 还有水下的水雷的威胁 那么水雷具有机枪隐蔽性 威胁性也非常大 它的爆炸损伤也非常高 徐建祥的一双鹰眼紧紧盯着屏幕 生怕错过任何一丝可能的信号 猎扫雷工作稍有疏忽 造成的后果将不堪设想 它深知水雷在实战中的威力 水雷有着极强的隐蔽性和巨大的杀伤力 历史上一颗小小的水雷 竟然将上万吨的军舰炸沉 水雷易于布设却很难清扫 广泛布设后能够封锁港口航道 让舰队失去战斗力 一旦布设将长期造成威胁 因此反水雷作战也成为了 与反导反潜并列的现代战争 三大难题之一 反水雷作战就是要闯雷海 开航路为主力扫除障碍 为打赢创造条件 也正是因为当先锋打头阵 我们扫雷舰部队被称为海上赶死队 就在舰艇刚刚行驶到第三条航道时 徐建祥发现屏幕上突然出现了 一丝微弱的变化 徐建祥迅速将可疑目标报告给识别台 报告指示所 左舰10度距离542米 发现可疑目标 识别台加想观察 识别台发现目标 优旋5度距离180米 负责操控识别台的就是徐班长的徒弟张岩 这是他的首次实战演练 报告班长 识别发现两个目标 不确定跟踪哪个目标 你看这个下面 它这个红锅它没有运营 这上面这个红锅它是运营的 所以说它这个是毛雷的可能性就非常大 毛雷是水雷的一种 它的雷体通过一根锁链与雷毛相连 悬浮在水中 徒弟不确定哪个是毛雷 哪个是底座 徐剑祥指导徒弟成功定位到毛雷 并指引灭雷锯炸断雷索 毛雷浮出水面 剑炮手迅速瞄准目标 准备射击 开始射击 首发命中 任务顺利完成 除了完成日常的训练 徐剑祥还有一个重要工作 船帮带 作为一名老班长 日常工作生活中 他自我要求严格 累计为大队培养了雷达兵 声纳兵近百名 还有三年 徐剑祥就退休了 如何在退休之前 培养出更多声纳的骨干力量 几乎成为了徐剑祥的心病 海上的情况比训练复杂得多 不可能像教科书那样一成不变 如何把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如何让理论知识更好的指导实践 是徐剑祥一直在思考的事情 对于今天训练中徒弟出现的问题 徐剑祥决定用一种简单易懂的方式 给徒弟们再讲一遍 海上扫雷主要靠舰底的声纳机震 探测水雷 声纳发出的声波穿梭在水下 通过回波来定位目标位置 发现可疑目标后 反射信号进行处理后 以图像进行显示 在屏幕上看起来 只是一些毫无规律的回波 声纳兵需人工判别目标性质 声纳兵不仅仅要能迅速发现 所有可疑目标 还需要从所有可疑目标中 精准定位到水雷 我感觉更重要的 我现在有一种紧迫感 从我们班族来说 成员都比较新 应该说他们各方面 能力上还有提高空间 所以说我要对他们 进行锡制的搬带 让他们能力早日提升 没有人能想到 如今雷厉风行的徐剑祥 三年前还是声纳新兵 2019年的一次谈话 改变了徐班长人生的轨迹 已经从事了20多年雷达专业的徐剑祥 接到了转岗通知 最开始不是太了解 感觉整个岗是不是也没那么困难 想到雷达和声纳都是看图的 也就是他都是通过图像形式来判断目标的 肯定是也是比较好学的 信心满满的徐剑祥没想到 这竟是一次从零开始的艰难探索 已经是雷达兼兵的徐剑祥 却要和所有的新兵一起 做声纳小学生 这让徐班长产生了巨大的心理落差 但作为军人的使命感 让他义无反顾地接受新挑战 他积极服从组织安排 不善言辞的他 主动向专业能力强的晚辈请教 认真钻研声纳专业理论 深入学习列扫雷声纳教材 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学习 徐班长终于拥有了实操资格 我的第一次上手实操 其实是一个失败的例子 当时大队组织一直相当于 小心地比武 其他进行步的雷 我下去探 结果最后没有发现目标 没想到最后相当于打了个败仗 确实很失落的 声纳兵搜索不到水雷 猎扫雷剑只能信信而归 从雷达班的班长到声纳班的班长 虽然职责名称没变 但承受的压力却更大了 当时我是徐元强同志 所在监警的政治教导员 杰强作为家长的老同志 他有15年的手导经历 所以他身上这种坚韧 他这种专业能力 个人要求 班当精神都比较强 15年扎根海岛的经历 磨练出来的坚毅的精神 让徐建祥从未想过放弃 我觉得作为一个军人 既然组织需要我 让我干一件什么事 我肯定要坚持把它做好 但是徐班长他给我一种感觉就是 我要砍下这块骨头 我有这个意义 有这个决心 只要我还在部队干一天 我就要每一天我都要学习 雄关漫道真如铁 而今迈步从头月 如今徐建祥已经成为 大队声纳专业的行家能手 成功走上新站位 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年底大考 徐建祥决定 以自己独特的方式 给声纳班进行一次考前动员 在这发生的故事很多 比如说1894年甲骨战争 当年日本的建船 就有这个旅程的十字旅程 经过了这次爱国主义教育 声纳班的学员们 深切体会到了海防的重要性 明白了自己所在的猎扫雷部队 责任异常重大 明天就是徒弟们的第一次识操 徐建祥显得比徒弟们更加紧 除了早上的例行检查外 晚上七点 徐建祥又带领徒弟们 进行了第二轮检查 确保明天的演习万无一失 水下分机上的线路错综复杂 检查和修理都要万分小心 上千条精细线路 每一条线路都要逐一检查 徐建祥认知以来几十年如一日 以自身丰富的实践经验 多次消除故障 确保了舰艇航行安全 同志们接上一通报 蓝军一前请为我帮周海域 布射水雷 上级兵我舰立即前出 前往高海域执行发水任务 雷海就是战场 出海就是出征 扫雷就是战斗 势胆中城当先锋 勇闯敌阵和雷杖 我相信我们英勇无畏的扫雷尖兵 一定能够圆满完成 此次战斗任务 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 有 有 将军有军 军军军 是 猎扫雷舰艇即将奔赴 茫茫海域深处 执行反水雷任务 各个部门迅速就位 战斗什么 航行过程中能见度突然变低 此时雷达变成了唯一辨别方向的工具 可偏偏雷达出了故障 报纸 雷达故障 雷达当班人员按照常规的方法 对可能的故障部位都进行了处理 但故障依旧存在 没有雷达指引 舰船不能贸然前进 在当时所在的海区没有信号 也无法与相关技术人员联系 如不能修复 猎扫雷舰就变成了一座孤岛 这时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想到一个人 徐班长 徐班长在这个船上 其他班的人都管他叫师傅 徐班长以前是干雷达的 他从雷达转过来的 然后一些关于雷达上的问题 一般徐班长就能给解决 听过问题描述后 徐舰祥首先安慰雷达兵要冷静下来 然后迅速在头脑中构建出零部件的结构 凭借以往多年的雷达经验 徐班长判断 不是单独一个部位出现了问题 根据故障现象 目前想修好雷达只有一种办法 就是爬上天线 当时是在海上航行中 然后找到我 他也比较着急 因为天黑了之后 假如说没有雷达的话 电舱在海上航行 就像他一个虾子在走路了 转眼间 徐健祥已经全副武装上天线了 他仔细检查 果然是天线上的两个零件同时损坏 迅速更换了相应备件后 雷达终于可以重新工作了 在茫茫的大海上 舰艇重新找到了方向 继续向目标海域前进 二十多年雷达生涯累积的经验 让徐健祥又一次力挽狂澜 入伍二十七年来 徐班长无数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他是一个一专多能的多面手 每一次任务 只要有徐班长在 大家就觉得特别安心 经过一夜的航行 猎扫雷舰第二天一早 到达了任务海域附近 火箭即将到雷区 作战场向全舰通报进行 战场先报 海面上风平浪静 海面下暗藏杀机 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 此刻声纳显控台前的徐健祥 正仔细地观察着声纳返回的数据 捕捉每一次信号 借此来判断水雷可能存在的方位 目标右翔八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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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面对险情 徐建祥密切关注实时数据 与操作手协同调整 在灭雷锯没有应答回播的情况下 徐班长仅凭灭雷锯的小小回播 就成功跟踪到了灭雷锯 报告警长 灭雷锯发现目标 好 注意看别目标性质 看别目标性质 目标为陈迪雷 在徐班长的指引下 灭雷锯逆流而上 悬停在目标上方 好 准备投弹 准备投弹 随着一声令象 一声巨响冲破海面 陈迪雷被成功引爆 虽然演习中的很多波折 都是上级为了贴近实战设置的困难 但徐建祥和同志们都经受住了考验 从重新搜索到发现目标 徐建祥仅仅用了七分钟 为后续部队提供了安全保障 而在真正的战场上 时间就是战机 早一秒发现就少一分危险 入武以来 徐建祥先后多次参加重大演习演练任务 融立三等功一次 荣获海军士官优秀人才奖两次 并多次在基地专业技术比武中取得第一名 27年来 徐建祥上吨位最小最颠簸的舰艇 驻守环境最恶劣的海岛 就是成家之后也是一年回着家 但是有时候就是假情下来了 可能倒下不来 因为假如天气一恶劣的话 交通就中断了 根本下不来的 其实父母年龄大了 应该给他们更好的陪伴 但是现在发现这一点是 几乎就没有做到 就跟对自己的孩子一样 可以说对家人 这方面情绪的太多了 大家和小家从来不是选择体 在军人的心里 天平永远向国家倾斜 27年的军旅生涯 从猎潜艇到猎扫雷箭 从雷达兵到升纳兵 徐建祥从一个艰苦的战位 转战到另一个艰苦的战位 可无论在哪里 徐建祥的雷海鹰眼 永远守卫 祖国深蓝